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我們要來回顧2017年的十大電影 在2017年的最後一天 剛好是我的頻道建立剛滿一週年的日子 很謝謝每一位朋友的支持 也希望明年可以繼續見到大家 拍更多的影片給大家看 這個頻道的第一支影片就是 我在回顧2016年我看過的十大電影 相比之下呢 2017年我開始做這個頻道之後 當然看的電影就比較多了 但是請注意這個十大電影的名單 還是依照我個人的喜好所排列的 你也許會同意某些名次 但是你一定不可能百分之百的 滿意我這個名單 畢竟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成長背景 還有可能你覺得超好看的電影 但是我就是一直沒有看到 我先自首到現在我都還沒有看 《Get Out!逃出絕名證》 因為我真的很不愛這種恐怖片類型的電影 所以不管它再入圍什麼的 不管它口碑再怎麼好 我就一直還是沒有真的去把它看一次 所以《逃出絕名證》不會在我的十大影片的榜單當中 那到底有哪些電影在我的十大影片當中呢? 雖然很過時 但是我一直想要講些句話 Check it out! 第十名分裂 奈莎馬蘭去年非常成功的一部小成本電影 除了故事驚悚懸疑之外 也看得到他導演手法的一些獨到之處 狹窄的空間巧妙的暗示 當然也不得不提兩位主角是怎麼樣子 用他們驚人的表演去撐起了這部電影 詹姆斯麥艾薇把主角多重人格詮釋得精準到位又嚇人 第九名《野蠻遊戲瘋狂叢林》 我很喜歡這種開心歡樂的冒險喜劇 雖然還是有一點可能是因為我最近才看完這部電影 非常印象深刻的關係 所以它出現在我的十大的榜單當中 但是回想起整部電影它的笑點都很打中我 很喜歡裡面凱倫吉蘭的表現 以及上一支影評裡面沒有講到的 強納森三兄弟的Nick Johnson 加上巨石強森捷克布萊克超級幽默的表現 這麼說吧 這是一部我在電影台轉到的時候我一定會停下來看的電影 第八名《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這部電影在今年的奧斯卡獎上面得到最佳影片的殊榮 它的故事非常的有力量而且很細膩 攝影啊美術啊都非常的精彩 是一部非常動人非常美麗的電影 但我還是要說因為大部分的鏡頭 我都在王家衛的電影裡面看過了 所以我把它擺在一個比較低的名次上面 第七名《幸福不射線》 這是我今年的十大電影當中 唯一一部沒有拍影評的電影 但我看完的當下是真的很想推薦這部電影給大家的 但是因為當時有其他工作的關係 然後也比較忙 這部電影也比較少人看 所以我後來也就放棄去拍它了 但很開心我在這裡可以終於講到這部電影了 《幸福不射線》的故事是在講艾爾芬尼 你是一個想要去做變性手術的少女 和她的媽媽由納米華茲飾演 以及她的外婆由蘇珊沙蘭登飾演 三代母女同住在一個屋簷下面的故事 我十分的推薦這部電影 她的劇本很棒 每一個角色都很好看 都會讓你很喜歡 是那種溫馨詭諧的好電影 關於人所追求的幸福 以及家人之間的感情的故事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找來看看 這是我今年最喜歡的MCU的電影 除了這部電影非常的華麗搞笑之外 對我來說很棒的是 在這部電影當中 不管是哪一個角色的劇情線 都緊緊貼著這個角色的個性 一直讓我們關注著這些人物的缺陷 以及他們人生中的缺憾 我喜歡這樣子的故事 很有人性的一部超級英雄電影 歡樂、開心、感人又不做作 Mike Luke飾演的擁堵 在這一集的表現更是無與人比的 非常成功的續集 接下來來到我的前五名了 這五部電影都是我在今年度 給予最高評價的電影 所以我真的是花了一點時間 才有辦法把它們分出順序來的 第五名 一星入境 改編是超好看的小說 《你一生的故事》 丹尼斯維倫納夫這個導演 在我今年名單上面的第一部電影 藉由這不明飛行物體 來到地球的一個故事 探討著不同的時間觀 人生觀 還有宇宙觀 畫面上 感官上 思維上給我們震撼還有刺激 第四名 《星球崛起》終極決戰 這幾乎是我今年最超乎預期的一部電影了 我原本以為會是一部打打沙沙 然後充滿了槍林彈雨的三部曲的結局 結果竟然這個最終決戰 是關於凱撒這個角色的內心掙扎 在《善與二》《勢與非》的一場戰爭 戲劇張力和節奏都做得很好 《星星》的特效也非常棒 絕對是他的三部曲當中我最喜歡的一集 也非常難得它是一個每一集都很好看的三部曲電影 第三名 《敦克爾克大行動》 若然今年的新片 一個非常考驗電影導演說故事能力 極具挑戰的電影 極少的台詞極大的戰爭場面 靠著音效還有MS的畫面、剪接等等 完成一個三條的故事線交織而成 絕對是經典的戰爭電影 第二名 《羅根》 《羅根》是一部我沒有給到A-Plus的電影 但是從今年的年初上映到現在 我在排這個榜單的時候 其實後來會一直把這部電影 越來越往前面的名次去排 它是一部非常讓人耳目異心的超級英雄電影 絕對是《金剛狼》的三部曲當中最好看的 除了超越前面兩集金剛狼電影的平庸之外 還有相當以角色心境為主的一個公路之旅 一場相當特別的父親和女兒的故事 應該是在我心中僅次於黑暗騎士的一個漫畫改編電影 而且也是這一代的金剛狼和X教授的謝幕之作 揭曉第一名之前呢 要先講一下沒有在這部榜單上面的其他電影 第一部應該要在這個十大裡面 但它嚴格來說 不是算是在今年台灣上映的電影 就是楊德昌導演的《伊伊》 是一部相當畫時代非常好看的一部經典之作 第二部是在一月中才會在台灣上映的 《Community by Your Name》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我非常希望可以在電影院再看一次 雖然沒有擺在今年的榜單 我想它一定有機會是明年的十大電影之一 是一個青春真實美麗又令人感動的故事 最後一部則是《Star Wars最後的決定無事》 雖然這部電影的評價是一直非常有極度的爭議的 但是我在第一次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還是一直忍不住淚水的 為了入客這個角色的結局 所以其實我看完的當下 我是很滿意這部電影 但是不可否認了 你在看第二次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部電影的中間 有太多不必要的設定 或者是詭異的劇情安排了 所以我最後決定 沒有把這最新一集的《星際大戰》電影 放在我今年的十大電影當中 而2017年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就是 《銀翼殺手2049》 2017年我看過最好看的電影就是這一部了 丹尼斯·維倫娜夫在這個榜單上面的第二部電影 他真的是超... 他真的是超級厲害的 影史上這麼經典的一部電影的續集 《銀翼殺手2049》幾乎可以說是超越了《銀翼殺手》 而這部電影的美術、攝影、劇本、演員 我都是極度的佩服 有延續上一集的故事線 有新的劇情、新的角色、新的人物 但是依舊在同一個核心議題上面繼續探討下去 什麼是人、成為人的條件是什麼 再看一次雷恩·葛斯林最後躺在雪中的鏡頭 真的是太美麗、太感人了 等等,所以我連續兩年的第一名 都是雷恩·葛斯林電影嗎?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請幫我按讚並且把他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最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